在上一節 我們有提到馮布朗 是美國的導彈之父 但是如果沒有馮布朗的話 美國的太空科技 也不可能要上 這世界的第一 我們注意喔 那中國大陸是怎麼起來的 中國大陸 當然也要有一個導彈之父啦 這個導彈之父 其實失誠於哪裡呢 還是德國的納粹 我告訴各位啊 聽中共解放軍 二炮部隊的指揮官 講這句話 你就會知道 這個中共的導彈之父 有多厲害 他說如果沒有這個人 根本就沒有二炮部隊 那我問你 帝剛 沒有二炮部隊 哪有你所謂的二彈一星啊 就是導彈 核彈 衛星嘛 對 你知道中國大陸的東風四十一滴 哇 核導彈好厲害喔 可以直接打擊美國本土 我告訴各位 超厲害的 沒有右邊那三個字 前學生 今天中國大陸什麼都沒有 所以中國大陸的導彈之父 就是前學生了 答案揭曉了嗎 前學生 畫面中這當然是個電影 但我要講這個人呢 英國二十四年的時候 他拿那個獎學金留學到美國去 他學航空 那時候在馬省理工學院 夠有名吧 後來啊 念著念著 念出心得來了 他又轉到加州理工學院 訓練軍事火箭學 結果呢 結果當然是優秀的人才 就會被美國網羅嘛 是啊 那時候他才36歲 你看英姿萬八 多年輕多帥氣啊 你看喔 從一個學者 你多久 你加入了什麼 美國五角大廈 當然要網羅他 進到了美國最重要的單位了 導彈的核心工程機率 都交與他喔 那時候他得示 美國未來的一顆星星 還被賦予上校的階級 但大家不要忘了 你幫美國做事 但其實他是華裔的 是不是 本來人家想在那邊替美國做事的 但是 剛好我剛講到 他去的那個時候 那時候已經 他學成了 他已經是1948年 47年的時候 沒有多久 1950年代 美國發生一件事情 麥卡錫議員的反共浪潮 你還記得嗎 那時候呢 前學生就被人家懷疑是共產黨員 所以呢 一開始就先調查他 沒多久 他發現他的通行證機密等級被取消了 他就知道 哎呀你們美國人現在是怎樣 要騎我的底就對了 要肉搜我是吧 後來他乾脆跟他長官說 我不玩了 我要回中國大陸去 你知道他長官 那個時候是 美國的海軍部的次長 他長官 私底下怎麼來 評論這件事嗎 他跟別人講 放這傢伙回中國 我告訴各位 他掌握了我們老美 導彈工程的核心機密之多啊 他是一個人可以給我們老美 五個海軍陸戰師 這麼強喔 放他回去 我瘋了我 我直接逼了他 你當然不能放他回去啊 他直接這樣講說直接 寧願把他逼了 也不把他放回中國去喔 好啦那當然美國是講人權的嘛 你再怎麼覺得人家是共產黨 你也不可能真的把人家逼 所以你就先軟禁 然後不讓他出境 軟禁的期間喔 不讓他睡覺 還淋樂他 每天拿手電筒 每隔十分鐘 照他一次不讓他睡 那時候前學生更氣了 我決定 我不再為你美國做事 我要回中國大陸去了 但美國就不會放你啊 又不能殺你 就把你軟禁 後來這個事情 傳到了中國大陸 當時周恩來知道之後 心裡想 這樣的人物 怎麼能不把他給弄回來 一定要挖腳回去啊 這怎麼會挖腳 這對他來說 本來就他們國家的人嘛 當然要把他弄回去啊 是不是 而且他破釜成中 一不做二不休喔 周恩來直接跟老美講喔 一 韓戰期間 你們在韓國啊 把我們抓到的解放軍 通通送到台灣去 我不跟你計較 二 我反過來 我在韓國抓到了你們 美軍空關十一二個 我通通送給你啊 還給你啊 我都不要了 我只要一個 前學生啊 可是美國就反嗆喔 那你中國大陸 你拿個理由出來啊 證明全學生自己想回中國大陸啊 沒有嘛 人家在這邊 過得好好的啊 當然啊 美國怎麼可能會讓這塊肥羊 回到你家去呢 他當然心想我 心心肚肚肚栽培的人 就算不為我所用 也不會為你所用吧 對不對 好啦 結果周恩南正愁 正苦惱說 對齁 我要拿出什麼樣的理由 證明 錢先生自己想回祖國呢 這個時候呢 人大常委的這個 副委員長 陳淑通 就拿了一個東西給他 拿了什麼 給周恩南總理 說總理 我這邊有一個東西 你知道嗎 拿出來這是一個什麼啊 一個香菸盒裡面的紙啊 香菸盒裡面的紙 有什麼了不起啊 這可是非常了不起啊 因為他改變了 整個中國大陸後來的命運啊 這張紙就是 人家前學生自己寫的 包括他 我剛剛講他在美國所遭遇到的那些種種被認為是共產黨 然後被調查被軟禁 然後呢 他就跟周恩南總理講說他想要回去 原來啊 全學生當時拼死萬死了 他好不容易弄到這張紙 所以這張紙就是這張上面寫的就這麼一點點東西 寫在那張紙上 對 就這樣一張紙 然後把他的現況 還有他非常想要回到中國大陸的決心 然後寫給他比利時的家屬 那其實呢 是希望能夠夾帶給中國大陸到陳淑通 陳淑通再給周恩來 好啦 周恩來一看到這個 欣喜若狂 欣喜想 你不是真的說我沒證據嗎 我現在有證據啦 沒多久 兩國的大使 中國大陸跟美國 就開始就這件事情談 最後中國大陸就講 這個給你 這個不計較 人還來 那美國看到這個也無話可說啦 就把這個 這個錢學生還給他了 你知道還給他之後 你知道一張小小的香菸紙 改變了中國未來這幾十年 你知道嗎 他一回去沒多久 東風一號飛彈做出來了 什麼 1964年原子彈釋放 所以接下來的核彈 導彈 還有你看到的衛星 甚至洲際飛彈 全部都是錢學生 一手奠定中國大陸的基礎 錢學生他回到了中國大陸了 美國人就覺得 這下不得了 出了大事了 因為他一回去之後 中國大陸的導彈技術 可是要盡了20年的時間 所以有人就說了 前學生如果上廁所5分鐘的話 中國大陸的原子彈技術研發 他就會縮短5年 美國對於這件事情 非常的後悔 美國除了後悔 蔣介石更後悔 蔣介石更後悔 因為前學生的太太 叫蔣英 很可能會成為蔣偉國的媳婦 結果兩個是無緣 如果那個時候蔣偉國取了蔣英的話 一定可以爭取到前學生 所以 蔣介石在1964年10月16號 聽到中國大陸在前學生主導下 原子彈 自爆成功以後 他在官邸 整整一個下午不講一句話 他想的都是前程往事 尤其那一天10月16號 1964年10月16號 美國事先跟他講 說中國大陸很可能要進行核報 蔣介石認為還有3、5年 因為從1959年 中蘇之間 他發生了所謂權力上的摩擦以後 他把蘇聯顧問全部都撤回到哪裡去 都撤回蘇聯 不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毛澤東就下令全學生 就是說原子彈你能不能造得出來 他說絕對可以造得出來 他為什麼敢講這句話 他這麼有自信 他非常的有自信 所以毛澤東把他送到蘇聯 送到蘇聯 你知道蘇聯給他做那個簡報 在那邊講東講西的 那全學生聽不下去 然後他說那我上個廁所 上個廁所 廁所旁邊是什麼 封洞的什麼模型室 然後上面都有半成品掛在那個地方 他就上個廁所 他一看 他就看那個成品 因為全學生他是研究什麼的 各位或許不知道 他是研究導彈發射 那個噴射技術的 所以他就看到所有的半成品 然後甚至紡織的模型放在那個地方 他就站在那個地方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他五分鐘就把所有的東西全部看光光 這麼厲害 五分鐘就看光了 因為他懂 所以當他回去以後 他就憑他的記憶 光五分鐘全部記在腦袋中了 全部都把它畫出來 全部畫了出來以後 好 蘇聯說你要發展核武 沒有關係 我先提供給你導彈 我用核子傘來保護你 他提供導彈叫做什麼 哈勃一號 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講的叫做仿哈勃一號 就是東風一型導彈的原型 就是V2的那種形式 前學生一看 他說這是半成品 我們不要用 所以他才這樣子五分鐘的時間 已經就把人家所有的機密全部都看光了 除了機密全部看光 他對中國大陸最大的貢獻 他有三個 第一個 他是唯一能夠把所有人才 說剛剛中國講兩代一星 還有一線三星的人才全部組合起來 如果他沒有他組合人才的話 中國大陸不可能 從1959年到1964年 各位算算 不到六年 他發展出核子彈 美國研究發展也要20年 那他六年 他第一代的核彈 他就發展出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除了兩代一星以外 他更重要的一箭三星 那一箭三星就是航空航天的火箭技術 就是我們講的衛星 就是一箭三星 是他 是他弄出來 第三個 他幫中國大陸 你培植25歲到60歲的科技人才 所以各位去中國大陸看 他為中國大陸 培植了四代的科技人才 所以前學生 我在中國大陸有一次去聽他演講 他就提倡了什麼 系統 系統集成理論 他說系統集成理論 不在於電腦 在於什麼 人才的培育 他說只有人 可以去發展這一切 那回過頭來 我們再來看看 當核報完成以後 那蔣介石對全學生的感情是非常的複雜 也因為核報 蔣介石他非常的氣 他從10月19號跟美國駐台大使 賴特跟國務卿魯斯克 他甚至於都跟克萊恩講 你們應該那個時候要把中國的核武基地 全部摧毀掉 還有第二個你們怎麼可以讓全學生回到中國 然後危害我台灣 他說第三個有全學生的核報成功 我反攻大陸的希望完全破滅 所以促成了蔣介石他非要發展核彈 他也要搞中山科學院 那更重要的他也希望在五年弄出來 然而一直弄到今天 台灣都弄不出核彈 當然是有外在的因素 但是台灣欠缺了一個 像全學生的人能夠把人才組合起來 這個是他給中國大陸留下的最後的資產 全學生他改變了歷史 全學生他讓中國大陸的科技大躍進 但是我們注意 美國的凶案在發生中 如果破不了案 碰到了瓶頸該怎麼辦呢 找靈媒休息一下來告訴你